万丹社口村投开票所第十八案公投 反莱猪议题 不同意357票 大于同意票199票 这代表养猪户不怕莱猪冲击吗 统计整个万丹乡 有250个养猪场 投票率却不到五成 不同意票11938 明显多于同意的6068票 莱猪我不晓得他们是在反什么 因为我们不同意他们进口 我们要在外交到其他国家 第一步就踏不出去了 屏东养猪场最多的万丹乡 针对莱猪开出来的公投票数让人意外 至于高雄四大公投案 投票率不高不踊跃 似乎早就是预料中的事 有被政党动员的潜力的这些群众 会认为这是另外一个大选 但是就大波素人 可能没有立即迁徙 或者是回到户籍地投票的 这个强大动机下面 这个投票的意愿会较低 倒是绿营铁票仓 三民区安合理 投票率高于五成 公投四大案 不同意票都多于同意票 票数还都差一倍 显示绿营的铁票仓 是根深蒂固的率 学者也分析 没出来投票的人 其实也等同于 对执政党政策的默许 大多数人没有投票的意思 加上没有对案 主要是当初的提案没有对案 所以他只有像是一种间接否定了单向的倡议 所以大多数人站在反面 就会变成是默许或是赞成执政党继续做下去 绿大于蓝的县市 公投投票率低 养猪户所在县市 莱猪议题也没让多数的猪农感同身受 蓝军催票效果在南台湾 等于去了败仗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